当超级英雄们遇上童话公主 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 蜘蛛侠正在和雷神掰头 这时艾莎公主突然硬闯了进来 将他们推开了 然而白雪公主还在睡觉 雷神将锤子放在了白雪公主的肚子上 并献上了一枚真爱之吻 当白雪公主醒来后 看见是雷神 正想发飙 没想到自己被雷神之锤封印住了 长发公主正在梳妆打扮 但是头发太毛躁了 这时蜘蛛侠闯了进来 公主向她求救 蜘蛛侠二话不说 直接开始一顿吐司 但是她表示 要是这是粉红色的就好了 蜘蛛侠觉得长发公主话太多了 直接将她嘴巴封上了 城堡公主看见闪电侠 正在睡觉于是也想来个恶作剧 她将一双恨天高穿在了闪电侠脚上 随后告诉她现在需要拯救世界 闪电侠二话不说就往外冲 没想到当场摔了一个狗肯尼 实在太搞笑了 雷神表示谁能举起她的锤子 底下的一百块就归谁 蜘蛛侠和死尸立马 开始了一顿吐吐 雷神哈哈大笑表示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举起来的 随后长发公主走了过来 用自己的头发缠绕着锤子 轻而易举拿下了一百块 艾莎公主只能在打扫卫生 突然发现了身后的蜘蛛侠 立马将她冻住 现在蜘蛛侠真是进退两难 公主想吃苹果身边并没有能切开她的公主 超人走了过来 使出了自己的激光眼 分分钟苹果一分为二 获得了优先择偶权一份 超人正在等公主化完妆去约会 但是她完全低估了公主化妆的时间 当她一觉醒来看见了公主的小丑妆容 惊恐大叫后立马跑走了 如果是你 你想要和哪位公主约会呢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